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200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在秉签 还没有DevOps 然后呢 我在大概16年的时候做完Jflow国内的开业 然后那个时候国内就新起DevOps 有一个运文的搭配 然后再不断的去推广DevOps 然后呢 其实在Jflow呢 其实可能我们刚才其实跟很多市场的这个图事可能也聊了一下 好像很多这个已经在用的产品 很多是就是总共买 然后咱们这边大连这边粉地在用 然后其实我们Jflow呢 其实它是一家就是以斯列公司 然后的话它有这个7000家的一个付费用户 我们做的就是软件唯一肯定员 跟今天这个安全主题它是很相关的 今天是人气经济安全 然后我们国内的话经常的业务呢都是我们团队落地的 所以里面看到国内的一些logo呢 其实我们都有他们这个质品库的落地的案例 那每个用物怎么是从这个 它是从预体室的那个编排工具的吧 那在TBS里运行的这个container 它是由容器变管的 首先里面有它是有这个镜像变管的 所以首先里面有这个高位镜像 那高位镜像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什么组成呢 它是由里面的一堆首先有基本的这个OS 比如说样子 deband的操作系统 对吧 然后RPM的 然后呢 要在系统上用一些APP tomcat 还有你自己的家伙应用 然后最后组在一起 是吧 然后组成一个道理的一层 然后接下来再把自己层修了在一起 接着一个可移植的一个道理增加 那么这边就有问题 就是说因为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用不用这个Hardware比较熟悉 但是Hardware它是管刀外机枪的太好 是吧 它是后流的 但是在大公司这个的话呢 你还需要管理你的Mail 你的NPM hackage 是吧 因为还需要RPM 从包管里面 然后很多公司呢 还有在FDT去管理你的踏包 因为一个公司版本它不就是踏包 是吧 所以呢 那企业用的就需要一个这个 就缺乏一个全语言的版本管理 是吧 那不然的话呢 你就需要留多套 一个Nexus 做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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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块之间是可以的 独立的 那对于单中心你要同一套 那你的比如说公司比较大 对吧 是一个跨国企业 或者是到北京上海都有人吗 这个 基础说是用不两套 本部它的高比 所以这也是不可建议一些成分 是企业面部 就是不可建议一些成分 但是呢 它是非常耗时耗力的 然后这个图内也很清楚 JFOR 对吧 中间这个预测的这个块 我们叫Combinities 你去取 什么意思呢 就是Combinities 你用到的所有的板件包 都从JFOR 来统立过来 那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说 你会得到一个软件零一可信员 软件零一可信员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你的开发车的依赖都是从IFOR进行拉持 然后构建的版本的镜像也是上次拿不开始 再推到我们的这个盛上马银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具体是做成的 然后我们再讲今天是这个 我们现在安全的 我们现在跟安全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我选这个意义 就是Law of J 这个Law的这个意义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那特别是如果时候有做金融的 Law of J 暴漏洞的这个 对吧 它暴漏洞的时候 那一天基本上我们很多这个用户 通销这个 就是做金融的开发者 他们通销加班 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排查 对吧 首先排查Law of J 漏洞的影响版本 然后做升级 对吧 然后那个 首先排查影响范围 这个事情就很困难 在公司内部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系统 然后架包呢 有可能打到容器金像了 那金像和架包的依赖关系 也是缺失的 所以就存在大量的开发 做了一些 其实开发其实不应该做的事情 浪费了开发的时间 是这样的 而这个漏洞呢 它也比较经典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它直接包括间接引用 直接引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开发在应用里面 声明了这个对方 科学的引用 同时还掉了它 就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就是说 开发引用的是 比如说Spring Boot 然后Spring Boot 掉了这个Law of J 并且引用了 直接间接引用 大概总结 引用包括十七万个 对吧 影响力也非常大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 因为网上它有 大家去DKR去搜 它有这个 专门攻击这个 Law of J 这么一个例子 然后我就跑了一下这个例子 它是真的文 去攻击 对吧 去登陆一个 这个容器APP 然后里面呢 通过这个注入 这个 漏洞注入的方式呢 去创建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这个文件叫 Pone PW PW 简单讲 其实这个 还是蛮有意思的 第一步 怎么去构造一个 这个攻击过程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攻击者 它会构造一个 包含特定PRO的一个请求 比如说在这个请求里面 就调用一个 GNDI 和服务解析的 一个查询 然后当这个 应用程序 调用Law of J 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尝试去防这个 GNDI的服务 比如说是一个LDAQ 这个Server 把这段远程电路的代码 注入到你的请求里面去 因为这个PRO可以执行任意代码 所以攻击者 他就用这个漏洞 用这个远程电路的命令 去在你的容器 你的服务器上面 执行一个文件 刚才就是想这个 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 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 当然我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攻破的 这个其实它很简单 大家看这一行代码 如果说写过Java 写过Square 这个应用的很熟悉 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外文应用的 一个controller 用了很多 然后呢 它有一点就是 它在这个锦条里面 它对外抱一个Head 然后呢 有一个Stream 这个Stream呢 因为这个Wire 一共它对外上 兼容参数的 你可以对一个Square 的这个服务 传出类的参数 对吧 有很多漏洞 专门的攻击特点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段代码 对吧 你如果不攻击它 它也是没有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用代码 但是 这恰巧呢 这个地方 有开始Head 这个地方 然后调用了Mog4J 然后Mog4J 解析了API 什么的变量 导致了它变成一个 漏洞的一个攻击点 那我们看看怎么做 刚才这个代码 就是有一个 请求能接受这个 一个特定的一个 这个Head 对吧 然后我们就做这个Head 这个轮章 可以看到这个Curl 命令 就在这个命令 这边 客命令里面有一个 这个API 或者这个Head Head 里面它注入一个什么 GNN GNN解析 然后呢 后面指摘一个LDA LDA 后面拼了一个命令 把这个命令 用Base64 给它加密一下 这个命令实际上是 如果是解密出来它是什么呢 它是命令就是 就是Touch Dontent PTB 就是命令 那它这个应该就很清楚了 实际上我把这个命令 作为一个Head 这个Head 传到了 刚才那段加浪 Dontent 然后 B5 FJ的这个漏洞呢 去触发这个间谍 远程第二任的这个功能 然后导致 增加了容器上 被创建了一个这个文件 那既然它文件可以创建 它突然可以创建一个什么 布玛 中一个这个挖晃机 是吧 我之前在阿里面上 开了一个机器 装了一个GNN 然后几天没看 发现它那个CPU 立刻到了 很久了 我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有什么样的 上面一看 被人黑客中了一个Mind 一个计程 然后把我的CPU 承拾掉 这就是攻击过程了 所以为什么 Log4J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 开发需要 演业 加大一求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 那大家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 下一条题就是什么呢 哪些应用被温染 那我们可以看 那 那传统的这个 对吧 漏洞扫描 它能够少数几个点 给你一个Excel 然后说 你有ABC 这个 对吧 十个漏洞 或者一百个漏洞 然后你拍一下去修复 那 所有的研发 都会收到 这同样的人份 漏洞清单 每个人都要去自己 插一下 不管这个人有没有用到 他都会收到 然后自己插一下 无形中呢 他在浪费半天的时间 查完之后发现什么 他肚子没有掉 好 那怎么避免这种 所有人他 对吧 浪费他的时间都去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现象 呃 我们会有这个正常 很意外 因为咱们也是 今天是容器 专厂 对吧 但我们就扫容器 只要我扫的是这个 我写了一个 标准机架 叫做0.0.1 实际上 这个机架里面呢 打包了一个叫 架包 0.0.1 一个单络的架包 然后在这个架包里面呢 我引用 用每个套文件 我生命的一个 2.14 第一次就是有劳动的一个版本 对吧 所以这样呢 我们的 呃 其实Google呢 就能扫出来 比如说你的 加了架包的一脉 和你的容器 这个版本的关系 那换句话什么说呢 你只要solo或者 在我们的页面上 就能列出来 受影响的 招呼镜像 受影响的架包的版本 全部都列出来 对吧 而这样的话呢 很精致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只有被搜出来的人 构建了架架 才需要整改 才需要升级 对吧 以前他 可能要研究一晚了 但现在呢 他五秒钟 就没有这个结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这个速度的效率 这个提升 那我们赏牌的原理 是在左边 赏牌原理就是 架架 是吧 架架它其实是一个 逻辑的文件组合嘛 然后的话 我们会把 镜像每一层都解压 可以看到 那边的 这个 镜像的第一层 是一个 架包 这架包 它还可以解压 看到里面有一层 那我不觉是 真实被打包进来 好 那么这边 又涉及到 谁要修复的问题 咱们 企业内部分 开发和运维 对吧 那 开发型的漏洞 对吧 为什么需要 运维或者 IT公文去抽呢 反过来 IT公文一路的漏洞 也会跟人家研发的时候 对吧 所以我们会碰到用户 就是说 我的研发 我有时候 我的研发 我只关注加好 那 像一些基础器 像是IT弄的 那根本没关系 我一个关注的漏洞 也不太会出 所以我们在借策略的时候 可以专门给 比如没有的仓库 就借这个 上条策略 它扫出来的报告 专门发给研发 对吧 约束是开发的仓库 对吧 反正的 你再给这个运维 进向仓库 对吧 IT公文建一个 上买策略 然后这个 策略扫出来的漏洞 你叫违规 它就照给IT砍 它去修IT自成 你不论这个版本 后名者 这样的话 其实才比较有意义 对吧 不然你让开发 还是修一个IT认为的漏洞 对吧 这也不合理 好那开发组修呢 假设我们今天定位到某一个同学员 对吧 这个 他自己不知道 当然呢 系统扫出来是包括这种引入的 在你的项目里引入的 对吧 那我得到这个工程怎么修 首先 在他的开发工具里面 我们会有免费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是 Idea 对吧 然后Utips VS code都有 插件 然后你在插件里面 你只要打开什么样的项目 在你这个 插件的页面里面 你立刻这种插件 你就再打一行 对吧 比如这种 用的版本 然后你在这里修复了 比如把2.14 改成2.20 这个最新版 然后再少一次 这个页目就没了 就没了 然后这开发就知道 你修复了 你打包 上不来 然后安全那边用的是 同样的扫量机制 我们能保证 就是你开发 自己扫的结果 跟你安全扫的结果 它是一样的 对吧 这样的话也是 实现一个安全处理 这个工具呢 还是很多公司都在用的 也是比较方便的 没事出来 对吧 扫一扫 避免一些 这个高游动 像我们的银行 这个农行 它是避免十分的 就是公司内部整个银行那边 十分的高游动 而是不能下 下不了 在资本部里 它从资本库 这个就做了主办 好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打包了这个银行 但是我又没有调用它 它是不是真的 这个能够被利用 这也是个问题 其实 洛物科技师漏洞 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 我打包了它 我依赖了它 是不是一定就会被它攻击 大家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炮里面声明了 洛物科技8.14这个漏洞门的 它如果程序里面掉了 那这个 我会被它影响吗 没掉了 其实不会 你其实光打包它它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恶意包 它只是一个漏洞包 那漏洞包 要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得有一个dynamic 然后我们在TML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我们不用有一个深入的一个 共同知识 叫基于上下文的分析 也换句话说 基于调用链的分析 这什么意思呢 好像回到刚才的例子 我曾在代码里面引入了 洛物科技漏洞版本 但是我没有 我的程序里面 我没有掉 那最后它还是给我扫除了这个洛物 并且它告诉我 这个洛物的 洛物的证据是在 是在这个class 就是这个 cable converter.class 然后这个class的路径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是在sprint 所以这说明一个是问题 第一 虽然我没有直接调用这个洛物 这个洛物包 但是呢 我引用的组件洛物的这个sprint 直接调用 并且正正面找到了它的这个dynamic 然后结果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会提供一个叫上下文分析的一个结果 这种叫up cable 就是up cable 就是说 你这个洛物是会被利用的 那我们建议呢 尤其是乎 这个 这是基于调用证据的一个分析 那可能传统的落草工具呢 就是说 它一看包里有这个 那我们不接了 8.14pc 是这种洛物版本 它可以提出一个高热度 但实际上 你调用不调用它 它不可以 所以这个功能呢 也是我们今年新开招的 然后基于调用证据的分析 这个也是 要说欢迎你的 它能降低 一些这个 假热性的这种 这种 除了这里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 一个是基于 容器里面的这个密钥的 一个暴露检查 比如说 你放一些key 比如说你的 这个root crt 对吧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私钥 公钥文件 私钥文件 暴露在你的容器里面 进行上传到 进行仓库了 那我会给你 扫出来 其余的规则 大概就是了 可能上来的 规则的检测 然后去 扫描这种 必要的包容 另外一个就是 配置文件的扫援吧 配置文件 为什么要扫描 比如说 Andex Andex 你没有配HPS 我不给你扫出来 建议你去 进行这个 这个TSL 配上 那 如果你不配 你可能是 一个迷运传出的 一个工程 然后迷运出的 提升 所以这是我们 其实 武器的一个提升 高级扫描套件 这个刚才先生讲过了 对吧 这个Spring Boot 然后我就专门去翻了一下 因为为了验证 就是我扫描的结果 是不是真准确 然后我还专门去 看一下这行代码 就是网络活节点 Color Convert 这个类 就是它那个官方的那个代码 对吧 然后它确实是有一个Color Convert 这个类 里面这个New Instant 这个方法 它确实去解析了一个Options 这么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是存在 被这个 注入远程第二页上去护准 所以它是准确的 好 那前面讲的是 其实是一条线 对吧 怎么从漏洞的这个爆发 到定位 到这个修复 这是一个漏洞的一条线 检测 那怎么做公司整个面的这个 唯一核心员的这种计算建设 对吧 我们接货是提供统一的这个 这个仓库 这个大家可能都 对吧 这个日本人都用到 然后它的好处呢就是说 在以前是在这个 在这一块 对吧 你要把很多这个 这个开 把Nexus 插博 NDP 然后你如果说用到JFRO 对吧 我们帮你把数据全部 签引到JFRO 你公司对吧 不管多少研发 对吧 用一套机群 甚至是多套都可以 然后去做这个 自体库的统一 然后这边有个好处 它是支持这个混合云的 其实 如果咱们有一些 这个混合云的用户在 私有营业也有这个 这个镜像部署 然后在混云 我们以内网的自体库 它是可以通过你的 对吧 BBC的导空 然后直接把镜像推到 多个中关的 然后这边呢 还可以是这个你的这个 比如说物联网设 所以这个我们叫 面向数量环境的 这个唯一的系列 然后呢 对于大阶段的研发统队 比如研发人物在100以上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高虚了 同一制度管理 那另外呢 我还有功能是这个 这个镜像呢 比如元素绿管理 这块呢 其实 它能够记这个镜像 生命周期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镜像 有没有被网络扫描过 它的扫描状态是什么 然后呢 谁在赤尔环境里的测过 验证 它的生命周期的细节 能够以建设队的方式 存在我们这个系统上 然后当这些生命周期的这个 这个流程都完成了 经过审批了 才会进到深造环境 所以我们一般 那企业用户它是会有两套 在一个中心里面 比如研发测是会有一套 然后生产环境是有另外一套 它是有一个版本传输的这个过程 那运维呢 只关心这个生产环境的进行仓库 然后研发呢 研发的终点就是把制品交到 这个研发环境的这个部 然后进行推送 审批推送 对吧 推到 甚至还进去 这是功能的 然后 如果是说全公司都来用 杰弗洛斯部份 会便利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性能 这个大家用哈勃 肯定也会有解费 对吧 你单台哈勃的机器 就单台镜向中心的支持 它是有上线的 它受到 几方面的 这个 能力的限制 一个是这个 HDP的一个限制处 那DollerPort一次 是无认成三个成效法 然后另外受到你 机器本身的网络代翻的限制 网络代翻的限制 还有你机器本身的 内存CPU的限制 所以单机来说的话呢 它支撑的人数是有限的 大概可能研发 可能就在几百分左右吧 并发连接数呢 可能在五百分左右 单台 不管你妈干净还是能创办 并发连接数都是在这个规模 那我碰到一些大公司的 上来它要全公司推 比如上千元发 它装潢派六千元发 那它对于整个集群的 这个上传下来的 什么吞吐要求就特别高 以前它们 之前是用我们的三节点 三节点 三节点的话 并发这个集群 流量的出口大概都五百兆 一秒钟 然后现在升级到这个 我们不会有这个E Plus 它的那个集群数量会更多 基本上流量出口 现在到两个集的 然后当然整个体集群 它不是一个解决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其实对研发的体验 提升就会特别特别好 看它会觉得说 这个 它把编译打包 这品的传输特别快 会直大提升这个 研发里面的这个信用感 提升它们的效应 这是研发特的 一般我们的大的容量 都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什么优化呢 就是缓存层的优化 就是我们能在每个节点实力上 加这个SSD缓存 然后呢 你的集群读的时候 默认是远到我们的缓存层 你镜像拉去的时候先读 这个集群上缓存 然后再到 没有再到这个层促层 所以它会比较大概40到50公里 这个数据是什么的量 这是单级群的性能提升 然后还有这个做栽培 因为我们其实做栽培 镜像栽培的话 其实我们建议是有 它有两个什么可能去做文件的实际层层 然后我同一个文件推到这边 它生产环境它做了两千千公斤的 我们再来解释 对吧 好 那再涉及到安全 因为我们在 这个 为什么把它放到流水线里面 就是连放环境的那个水呢 因为我们很多用户在 持育集群的时候 就做了这个多种扫描 如果这个地方呢 扫描不过 实际上它不会进到这个生产 生产环境去 这个是一个潜射的一个扫描 那有了这个扫描之后呢 其实它能抵挡一些 刚才才能看到 比如说 你在Xray服务器上建一个 Lobo4J Brown的规则 如果以这次扫描 以Norobo4J 摸摸摸版本 这个 雷港正公司的什么策略 然后开发自己看就知道了 我可以再不让用 那我就生一个 能用到这一个版本 再次扫描 这样的话 安全团队呢 它就不用去 对吧 它能把自己的 这个要求 变成了威者 放到流水线里来 它就不用去跟研发这种 一对一的沟通 对吧 跟研发去 去biton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把安全的问题全部给前置了 然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这个全行级别的漏洞策略 比如说可以以这种10分 CBS的评估为10分做的这种去终止 然后每个EU团队呢 如果它的安全级别不一样 可以这是不同的评估 评估这个规则体系 而是以CBS评估的规则 还有一种方式是以这个漏洞 比如说我定向 对于一些这个定向的漏洞 像洛夫这种精准去阻止这种洛夫这 在公司内的使用 而第三种呢是这种零内 零内漏洞就是说 这个漏洞冒发了 官方还没有修复版本 但是我立刻就要下线 可以讲这个应用怎么办 我们Xray里面它是支持这个叫自定义漏洞 可能比如说呢 就是零内漏洞 对吧 当天爆发了 然后你当天呢 立刻就可以创建一个 716漏洞的一个 叫什么 自定义的漏洞 然后呢 给它引荐范围 设为全公司 这样的话呢 公司所有的研发 立刻就用不了这个 有零内漏洞风险的这个版本 然后到那个 对吧 有官方是货包了 我们这边呢 会同步漏洞数据 然后会给它提供收入建议 所以这种快速 对这个零内漏洞进行一个支损 这是Xray在整个就是 这个库里面 起到了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的视角呢 其实武器的CICD 发布了什么呢 其实应该和咱们传统的这个架包 对吧 整个流程 包部顶的基础设施是用一套 因为我们像Xray 它玩的也是 全语言的整个DELOS 制品或者制品整体管理 所以你的这个 不管是容器还是分容器 不同样的方式 就OK了 在主书另外说的话呢 是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 管理的人成本 这个是 刚好用的 然后呢 做栽培的一个方案 基本上呢 我们一些 这件事情的话 大概支撑上 我们上千日 的业务团队 去做它 每天的这个DELOS 这个流程线 然后 如果说说 这个人物在公共网上 对吧 就在单级局里面 正在这些 取决于你每天 拖坚次数的这个 数量 每天拖坚 一百次 还是一千次 还是一万次 然后 然后呢 我们会分析你这个体力到底在哪 应该怎么扩 扩允公司 所以有了这套方案呢 就让我们支撑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用户 在全公司的使用 OK 好 刚那个 内容有点多 然后 这个 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吧 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 新功的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去体验 然后呢 呃 也欢迎去这个掌位 找我们的掌位 然后和我们进行一些 交流 OK 好 谢谢大家 分享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 那这个先进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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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老师我有点问题 第一个是那个 扫描 有关 我想问一下那个 扫描的规则 是谁 接触到有没有 还是可以 嗯 是这样 就是首先 漏洞扫描 它是自发的 自动的扫描 那这个漏洞库呢 我们是同步这个 NVD 对吧 NVD这个漏洞库 还有一个商业漏洞库 还加上这个 社区里面的一些漏洞 然后在 我们在云上 有个大的漏洞库 然后每天同步到 您的这个 这个 然后呢 呃 它和基于这个 CVE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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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对比 这些漏洞库 这个漏洞库 如果命中了 对吧 就是你 你为一个漏洞来的 然后对这个漏洞进行相应的提示 规则是这样 自动的扫描 规则是这样 然后呢 这是漏洞列表 它是一个事实列表 它扫出来一千个 那就是你有一千个漏洞 但是呢 这一千个漏洞呢 一定是你得关注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在我们平台上 借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你自己定的 比如说我只看CVE 十分的漏洞 因为我们扫那个 我们在扫TERRAD 的时候 会去扒它 在官网上的一些 EOL的信息 如果它 对吧 EOL的信息是没有 或者是过期 说明这个包 不太可信 除此之外呢 还在扫它的 扫币 那些人数 还有特数 这些 会有一个记录 在你的版本 这个 扫完结果里面都有 然后你可以 可以对它 再做记录的 好 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 现在是总共 才做了六版本 这个Artefactory 不知是一个上网 可以问一下 如果是系有的License 能支持是一个7吗 支持 订阅期内 免费收集 好 谢谢 谢谢